如果你要變更某個元件的顏色的話 預設其實就是類似這樣 如果這個顏色你要變更的話 當然如果你整個配局要變更顏色 你可以選整個配局 這個時候整個配局被你選取 你可以從這邊看 它整個配局是被你選取的 其實你們可能會做錯 他們都選錯了 然後再到那個標籤裡面 會有一個所謂的Sign 一定都會有一個Data Sign名 這個Sign名是指的它背景顏色 那顏色部分的話大概就是幾種 就是不外乎什麼 我們即時來看一下好了 不外乎就是 預設的是黑色 黑色是這個 看起來髒髒的 然後在B的話是什麼 就藍色 然後再來就是C的話就是有點白色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D 剛剛這個C比較是接近灰色 它不怕是說銀色 然後這個反而它這個書裡面是講是灰色 看起來好像比較像白色 另外的話還有所謂的那個黃色 那大概就是幾種顏色 可是你會想說 你這個好像感覺不是我們要的 另外當然除了說整個配局可以變更顏色之外 我們也可以把它切回去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針對什麼 底下這個Footer變顏色的話 你也可以點選什麼這個Footer 好點這個Footer 然後呢 DataThinkMe一樣怎麼樣 把它改一下 比如說我希望把它改成藍色的話 按下去 好 那切到即時看一下 你會發現底下有沒有 顏色變成藍色了 好 那上面如果要現在是黑色 如果你上面要換一個顏色 當然也可以啊 黑的點一下 然後上面如果也要變成藍色的話 那再點成B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即時 OK 有沒有 那這樣子原來黑色 看起來至少 比起前面那種 就是那種顏色的設定來說的話 當然會稍微先一點點 不過呢 改來改去 大概 不外乎就是這些顏色啦 主要是針對幾個地方可以設定顏色 當然就是整個配局 剛剛第一個 所以你整個配局選取 OK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 下方可以用選那個底下的Footer 上方的話呢是黑的 然後其實Content我印象中好像也可以 就是整個中間的內容也可以選取 另外按鈕可不可以選取也可以 比如說我看底下有按鈕的部分 假設我今天再跳到下面這一頁好了 這一頁 如果即時看一下 跳下來 上面是黑色的 可是如果我不想到它是黑色的話 其實也可以針對它 再去做個顏色 那底下比如說我們這邊有個Home Home的部分的話 它一樣有個Data Synming 比如說你希望把它改成 剛剛黑色嘛 如果你想要把它改成藍色的話 也是改成B 好 那特別是游標是放在這個 這個按鈕的上方這邊 讓我們即時看一下 看一下 OK 上面就變成藍色了 所以基本上呢 當然這個上面 每一個 基本上 每一個這個元件啊 包含整頁 或者是 頁手頁尾跟按鈕等等的 其實這些東西呢 都可以變一個顏色 那顏色的變更的話 就是你找到它那個元件 之後的話呢 把它這個 標籤檢視器裡面 找到那個Data Synming 把這個Data Synming 改成你要的顏色 但是會有個缺點就是說 它目前只有五種顏色 那如果扣掉第一種 黑色很少用的話 那大概只有四種 其實變來變去呢 它的顏色 其實是非常受限的 那坊間的書籍 比較少提到就是 怎麼樣去重新自定顏色 那根據我自己 我花一點時間研究了一下 發現最簡單的方法 其實有一個 其實你會想說 它到底 怎麼樣去自定顏色的 那我講過 因為這個地方的 這個做APP的部分 它是利用一個叫JQ Mobile的技術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把這個 目錄展開來 裡面呢 製定這個 所有顏色的話 其實就是一個檔案 叫JQ Mobile 有沒有看到有個叫Synming 後面有個1.0的這個 然後後面的話 有個叫做Mini 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 等於是手機版的一個 副檔名是什麼 CSS 其實CSS 基本上就是什麼 你的畫面上 所有的一切的顏色 還有就是說 圖檔的一些布局 只要是有關美工方面的一些樣式 一般我們就 翻譯成叫樣式 樣式表檔 那也就是說裡面的相關的 這個相關的設定 包含字的大小 還有顏色 圖檔的大小 圖的顏色等等 都會制定在這個 這個檔案裡面 那也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呢 可以把這個檔案給置換掉 換成什麼 換成一個新的制定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改變它的顏色 不過你把它打開來看一下 一般同學 看了之後呢 應該就會想要把它關掉 因為這個裡面的 制定了太多東西 有沒有 不過它是有原則性的 一定會有大瓜糊 大瓜糊後面的話 會有一個後瓜糊 制定是什麼 這是一個類別 點的話是一個類別 就是 UIbar 這個裡面設定的 後面相關顏色 包含什麼 folder epx 還有填滿 然後顏色在這裡 background 等等等等 不過 這個對各位來說 應該看起來很辛苦 另外 如果說你把它想要做圖形 的話 我印象中可以從這個 CS的樣式裡面全部 裡面也可以找到 這邊有沒有 你會發現 它實際上 它實際上 相對應的 這個 光顏性 你可以從 這邊 CS的樣式 也可以看得到 有沒有 這個地方 其實這個東西 就會自動幫你套到這裡 UIbar 如果說你不知道這一段 到底做什麼 我 這個 追問會有個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把它點兩下 它會跳出一個視窗 告訴你它在做什麼 比如說第一個 color 是白色的 那裡面一定會有一行 叫color 是白色的 背景是什麼顏色呢 背景是 這有點像偏黑色 然後被光亮的顏色 所以裡面這一串東西 實際上就是 制定這些東西 那你如果說 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把它兩個比對一下 你會發現 就是這個東西 它只是一個圖形化的 一個參考 每一個都有 不過 要 那你如果說 可以找到你要改的那個部分 把顏色改掉的話 應該是不會有問題的 只是說這麼多 到底改哪一些 光改完了 恐怕這個不是好方法 所以 第一個方法 如果你是高手 城市高手 如果你對於 看懂這些東西 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從這邊看 那如果不是的話 我們用方法二 這個方法二的話 就必須用那個官方網站 官方網站 其實我有跟各位介紹過 它其實裡面呢 已經有提供了蠻多東西的 那官方網站的網址 就是叫什麼 jquery qu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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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恐怕有些細節,還是要注意一下 這個也不需要寫任何程式 你直接把它點擊下去 它裡面會有個工具 這個工具叫做Singming Roller 這個叫做什麼? 幫你產生背景主題的 反正你進來之後 第一步你會看到 A、B、C 三個 實際上如果你只是需要自訂一個的話 乾脆你就自訂A就好了 為什麼? 因為其實 它可以做很多個 甚至可以加 比如說你三個不夠的話 一個版型 兩個版型 三個不夠 再加 它有D D的話下方就多一個D了 再加 就有四個 五個 也就是說 這個版型裡面顏色 可以全部由你自己來決定 可以決定幾種呢 英文字母到Z的話 26種 但是一般 其實如果你只要針對你現在的這個來做的話 其實大概一個A就可以了 我們假設了 如果我今天呢 希望 為自己的App 換一個我喜歡的顏色 該怎麼做呢? 首先第一個動作 記得喔 進到這個網站 非常簡單 這個跟小畫家一樣簡單 只是說你要找對地方就好了 動作做對 馬上顏色就變更了 我們來試一下給各位看一下喔 那怎麼做喔 第一個 我們針對A好了 所以等下我們把它改完之後喔 那就把Data聲明改成A就可以了 A就是我們要 假設我們是以A當成我們要改的 那比如說我今天要改什麼呢 改的是一個顏色 上面顏色如果我今天是一個比較深的這個顏色 假設這個我喜歡 拖拉過來放開 有沒有看到 顏色變更了對不對喔 如果你覺得這顏色不OK的話 你可以在旁邊點一下 你可以發現喔 像簡單啊 其實這邊喔 當然你要注意一下拖拉的方法 進來之後的話 再到這邊有沒有 還有一個調色盤 如果你覺得這顏色不OK啊 它可以調到1000多萬 1000多萬種顏色 反正調到你喜歡的顏色就OK了 好 假設你喜歡 我覺得這顏色OK了 好 如果你會發現 每個人的美術細胞 不一樣喔 好看不好看 每個人感覺不一樣 不過沒關係 先放一個 OK 底下的這個 塗檔的顏色 如果我希望放一個 紅色好了 假設這樣 放到這邊放開 你會發現喔 它的顏色也會出現 跟這一樣 按鈕顏色不是從這邊變更的 我把這個 應該是更改下面這邊顏色 有沒有 它上面也會跟著變更 不是顏色好像太深了 怎麼辦 沒關係 把它的底色 這個背光顏色 稍微改淺一點點 你可以 一邊拉過來 發現 它的顏色就慢慢出現了 那你可以自己在這邊調一下 看你喜歡的顏色 這邊轉 這邊轉 或者是這邊轉 轉完之後 感覺好像調不出你要的 記得中間還有 深淺 有沒有 變淡變深 OK 這個可能要花很多時間 而且每個人眼睛看到 感覺不太一樣 然後這個顏色要變更的話 再丟一個過來好了 再放開 有沒有 又換了 然後這顏色如果你覺得OK的話 如果不OK的話 再調一下 有沒有OK 然後還有什麼 Link 這個Link看你要不要調 如果不調的話 反正你上面畫面上面看到的東西 你要變動的話 你就直接拖拉下來 放開 它就幫你換顏色了 那底色的部分的話 換一個 黃色好像不好看 再換個顏色 接近這邊的顏色好了 然後淺一點點 非常的淺 感覺好像 這顏色有點涼 比較女生 女性化 那OK 假設啦 如果你喜歡這種顏色 如果你覺得OK了 有沒有 完全不同了 有沒有比剛剛的好看太多了 絕對做出的App 是完全是個人 個性化的風格 對不對 那可是接下來 好你已經做好了 你覺得 哇這很滿意 可是呢 怎麼樣把它 跟你 剛剛的App 做串聯 不過我發現這個好像比較像Hello Kitty色調 如果這個拿來當那個 綠島的那個好像有點不太搭 因為綠島好像 跟這個 所以換一個 所以再來B好了 如果綠島的話 應該是這邊 方法一樣喔 放一個對不對 顏色你要變更 換一個綠一點 覺得這樣 然後在 底下的顏色 這個顏色太深 你可以把它弄淺一點點 太淺了 再換一個 再下來一點點 大概就是自己這樣慢慢調 然後 那這個顏色 如果你覺得不要這顏色 可以 深的綠色好了 比如說你可以丟過來 因為它這個背景 假設這個好了 然後這個顏色也是一樣 再放一個綠 綠一點 反正整個都綠色掉好了 然後這邊再丟一個這個 那OK 每一個其實還可以再去調一下它的顏色 那假設這個是B C D E 那你如果 我想你大概弄了兩個就可以了 第三 就是自己決定 我們 做兩個練習 可是做完之後 要怎麼樣 套用下來 OK 接下來的關鍵 第一個先把顏色弄好了 第二個的話呢 請各位注意一下 上方有一個叫什麼 Download 有沒有 就是你可以怎樣把它Download下來 Download下來之後的話 再把Download下來的東西 丟到你網站裡面 就可以用了 OK 只是接下來要怎麼套用上去 這才是關鍵 如果你懂得會用 保證你做出來App 跟別人一定是不一樣的 感覺上應該會越來越專業了 而且這個 交的方式 網路上應該還 目前我還 好像還沒找到有人這樣 因為我這次自己玩一玩 原來是這麼簡單 然後把它下載一下 OK就好了 有些東西 這個東西是 國外好像有人這樣 不過他講的不是很清楚啦 後來我是參考他的 但是我覺得 我自己弄的東西 發現很簡單 所以記得喔 做完之後的話 把這個Download下來 然後這邊有個Download 按下去 然後他就是 Name Name上面給他一下 比如這個Name 隨便打一個 比如說 就打個 ABC 或者打個106 比如這個是要給106App用的 你就打個106App OK按Download 這個名稱沒有關係啦 將來可以改的 Download下來 Download之後的話呢 各位可以看到 在下方 就會出現我們要的東西了 那裡面的話 就有這些 但是我們要的部分 其實很少 所以你只要把他先解出來 解壓說 字詞好了 解出來 他會有 兩個 一個檔案 一個資料夾 主要是用這個 SIMMING的部分 那等一下要做哪些事情呢 我們等一下再來看好了 主要就是針對 這個 其實就是這個檔 關鍵就是這個 把這個檔 搬到我們的 這個 App裡面就OK 那怎麼改 我想等一下再來看好了 請各位先玩玩看 那網站的特別之外 就是JQuery Mobile 的這個SIMMING 點進去 SIMMING裡面點進去 點進去之後就可以看到這個東西 然後呢 你們第一步記得就是 A 設一個顏色 B 設一個顏色 大概兩個就夠了 再把它登錄下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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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P